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曾经已有25年 除了有在做急救鸟类外 也为桃园生态保育尽一份心力 秉持着欣赏 保育 研究的理念 走过25年的满藏时光 我们也会推出一些练习对于狗狗刀 然后我们去救这只鸟 非常辛苦地救它 我们发现到人为的设施 人为的活动 造成野鸟的受伤的情况越来越多 我们后来这几年来 我们会投入了很多野鸟救伤的工作 我们玻璃鸟会误以为 玻璃是个透明的玻璃 可能它就是一个透明的空间 有的玻璃是反射玻璃 它反射到外面的森林 外面的树林 所以鸟就以为那是树林 飞行速度很快 就直接撞到窗户 撞到窗户 就昏了下来 下来可能就是民众的捡到 就送了鸟回来 这样因为鸟的飞行速度越快 它创杀的死亡率就越高 我们接到的旧章的动物 他们会送来的原因之内 最高的比例是车祸旧章 或者是撞到玻璃鸟的骨折那些的 然后还有动物攻击 被猫狗攻击 然后再产生就是一些生病人 野鸟的欣赏 达到我们的宝贝的目标 对我们野鸟的棋地越来越好 更多地方能够的鸟能够棋鸟 鸟能够棋鸟 差不多更多地方 适合人类虚型的气息 台中大渡的大洞社区 有一个历史超过250年的造势宗祠天水堂 里长希望能够列入文资保存 但又担心将影响居民的居住权陷入两难 走进台中市大渡里的大洞社区 随处可见泥屋藏瓦 古早味的街巷两旁 除了大大小小的三合院 还有泥石混的瓷碗红砖 搭建而成的TOKATSU 这里是社区内就称为奇亚来的聚落 住在这里的居民大多姓赵 先祖在雍正乾隆年间渡台 于大渡西登陆开墾 为了防御外敌入侵 在祖措周围种满次竹 婴儿得名 防御性的建筑设计 也就成为他们的特色之一 提及大东 最具代表性的 还是被三合院层层包围住的中心点 千水堂 有着250年历史的肇事宗祠 里头供奉着自第一代渡台 开墾的列祖牌位 历经树载 凤春日晒的梁柱已然斑驳 上头七身剥落的木头建材 透露着他的年代 他会用一个淘汰物纸 比较特色的淘汰物纸 正常这个穴 不要用头来 咱家子孙也免不绝 赵正宗也积极争取 将天水堂列入文化资产 缺碍于与机关沟通上的不对等 以及根据文化资产保存法的规定受限 迟迟无法顺利申请列策 第一次我们可以同意 可是我一同意下去 里面居住的资产 全部都要办 事实上在文资处理当中 发生这种情况的个案不生美举 赵正宗无奈地表示 目前也只能尽量保存好宗祠 并持续努力协商 争取双赢的回应